为了改善等待时间越来越长的机场安检 今天国土安全部部长协同联邦运输安全署署长 召开了记者会宣布十点应对措施 希望在缩短旅客安检等待时间的同时 也能够兼顾到国家安全 面对旅客人数节节升高 但机场安检人员却严重不足的情形 今天记者会上国土安全部部长强森表示 将会即刻准许现有的安检人员超时工作 同时加速在夏天旅游高峰时期 增加雇用700多位安检人员的程序 在安检地点将会增派更多的K9 反恐警备还有警犬来回巡逻 也将跟航空公司合作 降低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跟数量 以便加速通关时间 另外还会采购高科技的设备来加速通关作业 同时确定保安上没有漏网之余